這個陣列 然後再放進來 然後 如果有因為點OB1是由大到小 所以一樣把程式部分 Step-1 然後一樣 剛剛的程式部分 另外點那個OB2兩下的時候 這邊點他點兩下 也是會觸發那個OB2的Clicker 那一樣的方式可以把這個 剛剛的程式碼是0到12移動 那 另外就是說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陣列 這邊有一個陣列 其實如果說一樣的東西 如果放裡面的話 就是變成所謂的區域變數 那所謂區域變數就是只有在那個方法裡面可以被使用 那如果說今天要換成 因為這兩個都有用的 而且名稱都一樣 內容都一樣的話 其實各位可以怎麼 把這個怎麼樣剪下來 放到最上面去 有沒有你會發現喔 油標放這裡面上面是OB1對不對 移動到最上面是變一般 把它貼上去 這個時候變成痊癒的 那所謂痊癒就怎麼樣 他 他 他都可以使用到上面的 好 那所以這邊的話 這個就可以 刪掉 有沒有 就不需要宣告兩次 這樣程式就更簡單一點點 那執行起來的話 如果他要去 存取這個 這個陣列的話 他就一直到上面去找 好 這樣的話基本上就完成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